当一名潜伏于敌营的特工 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这种牺牲不仅仅指自己的生命 也包括自己的名声 卧底特工身处龙潭虎穴 混迹于三教九流 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还容易沾上各种说不明到不白的事 使自己在结束卧底生涯后 也很难洗得脱 从而遭受长期的误解和冤屈 一代才女 中共优秀特工官禄 就是这样的例子 抗战期间 官禄受中共派遣 打入汪伟内部 又按组织要求和日方达成一片 从而让他背负了43年汉奸骂名 他后半生都在为平反而努力 最后当他真的接到一纸平反决定的时候 他却自认为生命的意义 也到此为止了 官禄的命运 着实令人唏嘘 官禄 原名胡说梅 1907年7月 出生于山西省幼玉县 他父亲是清朝举人 做过当地的支县 官禄父母早丧 20岁的他离家来到上海 结识了共产党员刘道衡 在刘道衡的资助下 官禄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 后来又到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 官禄很快展现了非凡的文学天赋 1930年初 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 他的故乡正式发表 从此一发不可收尸 成为当时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 当时的人们把官禄和潘柳带张爱玲 苏青并成为民国四大才女 918世变后 官禄参加了上海妇女 抗日反帝大同盟 四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时加入左联 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 官禄应该是中共一名优秀的文化工作者 但命运仿佛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使他成为一名潜伏于敌营的卧底 1939年 32岁的官禄接到秘店 让他前往香港 找廖城志 潘汉年 接受秘密任务 当汪伟政权的特工首脑 李世群的联络人 李世群原来加入过中共 后叛变投靠了国民党 抗战爆发后 又投靠日本人 成了著名的汪伟特工机构 76号的首脑 李世群有过复杂的经历 政治投机意图特别强 想脚踩多条船 为自己以后多留条路 于是就想和中共方面 保持一点联系 当时中共东南地区 情报工作负责人潘汉年 就想利用李世群的这一点 为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经过秘密接触 李世群希望中共派一个联系 到他身边负责联络工作 但这个人必须是李世群的熟人 李世群提了一个人选 叫胡秀峰 胡秀峰是李世群妻子的大学同学 当年李世群被军统逮捕后 胡秀峰曾收留过李世群的妻子 因此李世群一家对他破位感激 但是当时胡秀峰另有任务在身 实在是走不开 于是变向组织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关露 关露接受了这个任务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因为毕竟当时关露 已经是文化界的名人了 公开出现在敌影 会引起比较大的负面舆论反应 对于这样的担心 潘汉年表示 等到抗战胜利后 他能为关露证明一切 同时潘汉年还特别嘱咐关露 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 你可不能辩护 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肯定地回答 我不辩护 不久后 关露以胡秀峰姐姐的身份 到了李世群那里 并受到了李世群夫妇的热情接待 关露经常陪李世群夫人打牌 逛街 出席一些公开活动 还能自由出入汪伟特工总部 76号 李世群也通过各种机会 有意无意把一些情报 透露给关露 关露当时可是文化界的名人 他这样公然投敌 而且和最臭名昭著的 特工头子搞在一起 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 一些爱国人士和作家 由于不知内情 就对关露颇为鄙夷 公然骂他是汉奸作家 关露在李世群那里的工作 是成功的 不但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还从中桥苗牵线搭桥 让李世群和潘汉年见了面 这样 中共在华东地区的情报工作局面 就打开了 中共的一些重要人物 或者战略物资 需要通过敌战区 往往要通过李世群的关照 后来 李世群被日本人谋杀 按理关露的联络人工作 就该结束了 但是中共又给他派了新任务 让他去接近日本人 当时日本东京要举办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邀请各路文化汉奸 为日本的侵略歌功颂德 作为文化名人 关露自然在受邀之列 对于这次大会 关露自己是不想参加的 一参加就更加坐实 文化汉奸的恶名了 但是中共却希望他参加 并希望利用关露去日本东京的机会 和日共恢复中断的联系 既然是组织交给的任务 关露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前往日本的船只 果然当他参会的报道一公布 中国舆论厂就对关露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攻击 报纸上连篇累读地骂他 毫无廉耻 是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对于这些误解和攻击 关露牢记当年潘汉年的 不能辩护的嘱咐 自己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1945年 日本投降 抗战结束 由于关露的影响力大 他被国民党的军统 列在了除奸名单里 中共也认为 他和日伟的秘密联系 也不宜公开 所以就迅速把关露 隐藏到了苏北解放区 但是在解放区 人们还是把他当文化汉奸来对待 许多文化界的人 对关露特别鄙夷 要求清算他的行为 在当时的情况下 也无法做太多的解释工作 因为组织和日伟的秘密接触 本来就比较敏感的事 也容易让国民党抓住把柄 别人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 而胜利归来的关露 却要默默忍受人们的谩马 更可悲的是 由于关露的名声不好 他甚至无法和自己的恋人结婚 关露的恋人叫王炳娜 其实他们俩在1937年 就已经相恋并同居 在关露接受到李氏群身边 当联络人的任务时 王炳娜是支持他的 还特意赠了一张照片给他 并在背后写了一句 你关心我一事 我关心你一事 这张照片关露一直珍藏在身边 抗战结束了 恋人重逢 两人商量起结婚的事 但是当时王炳南担任 中共驻南京代表团 外事委员会副书记 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 从事进行扩大 中共影响的国际宣传 中共认为关露的汉奸名声 会对王炳南的工作 造成负面影响 所以不同意这桩婚事 在那个年代 组织的决定是不能违背的 王炳南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 接受了组织的建议 给关露写了一封绝交信 面对这种局面 关露当然是痛不欲生 但他也非常理解 王炳南的难处 自此以后 关露对爱情已是万念俱灰 终身在未考虑婚嫁之事 新中国成立后 关露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一波接一波的运动 每次关露都受波及 虽然潘汉年曾给他出具了证明材料 但1955年 潘汉年自己也被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 关露自然是在劫难逃 被定为汉奸文人 关进了监狱 长期的折磨 让关露的精神遭受了巨大的摧残 使他一度神经失常 1975年 关露终于出狱 但是他的名誉 依然没有得到恢复 1982年 潘汉年得到了平反 1982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像 已经瘫痪在床的关露 宣读了平反决定 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 不存在汉奸问题 撤销和推导 强加于关露同志的 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 对他的审查处理报告 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 到敌尾机关期间 并未积极为党工作 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 起了汉奸的作用 43年的汉奸骂名 10年牢狱 终于昭雪 也许是因为 力经坎坷后 卸去了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 此生已无他求 七个多月后的12月5日 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 以及他的老上级 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 府安眠要自杀 陪伴关露度过人生 最后一刻的 只有一个大塑料娃娃 以及王炳南 当年曾送给他的那张照片 照片的背后 有关露手写的两句诗 一场幽梦同谁尽 千古情人我独吃 关露死后 文化部位关露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身后的容来与生前的孤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年关露的座谈会上 夏颜说了这样一句话 解放后三十年 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 他的死必有原因 中国国家安全部员部长 贾春旺 为关露的传记题词 隐蔽战线需要 关露同志的这种现身精神 关露当年的恋人 王炳南 建国后 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在当年关露的座谈会上 他说 让一个已经驰名的作家 去当文化汉奸 以致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这样的选择是不合适的 关露在狱中 曾留下了十一首诗 其中的一首《秋叶》中有两句 《患得江山春色好》 担心不切断头台 独来令人动容 看完关露的故事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